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0个国家和地区共4000家展商 今年中国以1220家企业位居第二 中国制造也是得到了业界高度的关注 那么在这期节 中国企业都有哪些亮眼的表现呢 赶紧跟着小编的镜头一起去一朵为快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在宇宙中 能代表人类这一族群的语言有六种 分别是汉 法 俄 英 阿 锡 而在一个名为制造业的宇宙中 却只剩下汉 英 德 这三门实质上的官方语言 让海量的工业品在地球村里畅行无阻 传播工业和信息时代的文明 从1947年开始 每年4月份的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便是制造业宇宙最大的盛典 在那里 无论是特展的官方解说 还是商务咨询与合作 基本都被这三门语言所垄断 今年是第76届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本届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主题为 为工业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旨在聚焦高效及可持续的工业解决方案 工业4.0 工业能源 人工智能 碳中和 氢能和燃料电池等领域 展会为期4天 吸引了来自60个国家的4000家展商 据统计 近东道主德国的参展企业就有1333家 占比33.8% 位列第一 著名企业如西门子 博士 SAP 菲尼克斯 贝福等 都带着最新成果和技术高调出席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上周德国总理舒尔茨和德国制造天团 刚刚才结束了对华访问 宝马 西门子 巴斯夫 拜尔等德国工业标杆企业核心高管 都深入了不少中国领军企业调研考察 随后 舒尔茨也是明确表示 德国市场欢迎中国汽车 欧洲市场必须与中国开展公平开放的竞争 中德双方产业链 供应链深度互欠 两国市场高度依存 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 双方高层的密切往来 不仅为彼此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也将极大提振国际社会对世界经济复苏增长的信心 于是不出意外的 在这次汉挪威工业大展上 中国企业风采格外亮眼 从规模上看 中国企业总展出面积超过18000平方米 共有1220家参展企业亮相产会 数量位居第二 占比达到了31% 是美国的12倍 日本的58倍 韩国的16倍 印度的13倍 是本次汉挪威展的绝对主角之一 参展商主要来自浙江 广东 江苏 山东 上海等地 涵盖了智能制造 能源生产 机械设备等各行各业 此外 在现场很多以产业配套为主的中国企业 基本都分布在了德国先锋企业的四个角落 形成包围之势 这也从客观上反映出了德国大企业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这个汇聚世界各国工业科技先锋的大秀场 对中国企业而言已经不仅是一场工业技术的饕铁盛宴 更是开拓全球市场并塑造品牌国际影响力的良好机会 氢燃料电池 机器人 高端自动化装备 能源解决系统 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最新成果纷纷亮相 广受赞誉 获得了海内外高度的关注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对于很多跨国企业来说 它一方面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另一方面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领域 也有很多经验和案例可以分享 与中国加强交流与合作 互需互建 协同创新 可以实现共同进步与繁荣 施耐德电气集团全球高级副总理 阿里 哈吉 弗拉吉告诉记者 中国不仅是施耐德电气的第二大市场 还是重要的供应链基地 以及全球四大研发基地之一 尤其是眼下 中国正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 充满机遇 正成为集团的创新源泉和发展测源地 同时 业内人士也是积极评价了中国企业展示的碳中和生产 轻能技术 能源管理等领域的创新成果 认为中国以负责任的态度应对气候变化 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 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和绿色产业转型的引领者 德国汉堡商学院前院长约翰·斯托斯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新制生产力是中国高质量 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创新是汉诺威工博会的重中之重 而轻能无疑是一大热门领域 也一直是欧洲想要大力发展的方向 中国是轻能发展强国 新制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德国很愿意就轻能技术与中国加强合作 以期在未来几年内取得巨大的突破 在这场世界级的工业盛会上 来自绵阳高新区的四川福德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绵阳市唯一的参展企业 带来的创新产品也在展会上备受青睐 据介绍 此次福德机器人携人形机器人 复合机器人 一体化关节 携部减速机等产品亮相展会 在福德展台前 工作人员热情地向参观者介绍了产品的特点与优势 并进行现场演示 吸引了包括德国Dusman Group 日本丰田 巴西Sinai等国际知名公司的关注 伊兹马 坐体前驱天烈人形机器人的精彩表演 瞬间抓住了在场观众的眼球 高度智能化和令人惊叹的灵活性 让其轻松完成了一系列高难度的动作 该机器人身高1.6米 全身拥有71个关节自由度 裸机重量仅约37公斤 含电池约为43公斤 灵活度远超常人 几乎与专业舞蹈演员不相上下 福德机器人市场部负责人范逸文向在场观众介绍道 除了舞蹈达人 展区内的按摩机器人和超轻量协作机器人也备受关注 按摩机器人搭载着福德机器人专门开发的人体理疗场景 代表着四川造协作机器人的特有气质 兼顾创新的快节奏与休闲的慢生活 范逸文表示 超轻量协作机器人完全由福德机器人自主研发 自重约8公斤 极限情况下可抓取超过16公斤的负载 是目前全球首款额定负载抓重比例超过1比1的协作机器人 此外 该机器人还可以满足无人配送 无人售卖 餐饮食品制作 医疗护理等新兴自动化市场的需求 展会现场 福德机器人已收获来自德国 意大利 巴西 日本等多个国家客户的一项订单 下一步将沟通技术定制需求 通过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 可以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技术水平与市场竞争力 福德机器人董事长胡天恋表示 参加此次博览会不仅可以将中国制造的先进技术与产品 带到国际市场 展示中国科技企业的发展与成果 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 提升品牌影响力 目前 福德机器人在完善人形机器人本体的基础上 研发团队正加快运动控制与人工智能的研发进度 力争在2025年 福德人形机器人在工业 生活 教育等领域都有具体的落地项目 据小编了解 绵阳高新区目前拥有 长虹 福德 武士天下等人工智能相关企业6家 主要涉及智能家居 人形机器人 智能网联 汽车芯片 研发制造等领域 下一步 绵阳高新区将强化人工智能产业存量培育和增量招引 着力 江福德机器人 九州光电子等企业 培育为专精特心 小巨人 单项冠军企业 同时加快打造人工智能专业园区 推动人工智能企业集群集聚发展 在展会上 还有一些中国企业通过组建海外团队 与海外客户共同研发产品 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一位参展商就告诉记者 经过和中国企业两年时间的共同研发 他们在这次展会上正式通过 西门子标准机器人控制接口的认证 这意味着企业在未来能够更好地融入 国际头部工业用户的供应链体系 参展商沃福刚林克表示 我感到非常兴奋 我认为接下来的几天对我们的生意非常有利 凭借我们的机器人技术 我们将从展会中获得非常好的反馈 并产生大量潜在业务 我们可以为欧洲工业做出很好的贡献 如果蛋糕对每个人来说都变大了 我认为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我相信中国和欧洲的蛋糕会更大 在这个世界级的大舞台上 中国企业也敢于秀实力 可以说汉诺威工博会 也从一定程度上见证了 中国制造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的过程 中国制造飞速发展 并向中国制造持续迈进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